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是中心变不大 近日一日三部路线一序为 中楼 圣巴夫主教堂 恶魔城堡 圣尼格老教堂 圣米歇尔桥 舊肉市场 舊鱼市场 伯爵城堡 新旧广场 小卫巷 以及最后的终点 城市凉亭 比利时庚克的中楼 建于西元14世纪高91年 可以看到整个庚克市井 非常好的地点 好像最高座位 可以看到整个庚克市井 让顶楼很窄很小 身上的越青桥行李 是比较好一点点 顶楼可以看到圣尼格老教堂 还有圣巴夫主教座堂 还有目前的中楼 合成三塔连线 待会我们都会一一的去参观 第二个景点 我们来到圣巴夫主教座堂 里头珍宝室收藏室参观的重点 里面不能拍到录影 只能找资料给大家看 这幅画叫做 对神秘羔羊的崇拜 由艾克兄弟所制作完成 再仔细看这幅画 其实它是可以开合的 这幅画前后都能够欣赏 数一数总共有24个画框 四周人们对着一个 站在祭台中间的羔羊 高歌抹拜 后面会先看到这座雕像 再往下走看阿姆城堡 曾经是修道院 皇室住所 学校 神学院及监狱 然后现在也是部分时间开放餐馆 圣尼格老教堂 也叫做圣尼古拉斯教堂 最初建于西元13世纪 外观为哥德斯风格 走进来其实会有罗马斯建筑的影子 漂亮鞋大的玻璃橱窗是哥德斯风格教堂 然后两面非常大的漂亮彩绘玻璃 是圣尼格老教堂的特色 接着我们进入广场到过施政厅旁边来到圣尼歇尔桥 圣尼歇尔桥可以说是整个比利时公司最美的一个条路 在莱乐河两岸的称之为补物湖、岸以及香草岸 左边为香草岸 大多为自由船员工会聚集地 检查工位、仓库以及民水匠工位 而右手边则叫做补物岸 圣尼歇尔桥晚上开雨的非常漂亮 那可是一定要看 沿着莱乐河往北走 我们就可以看到救荷市场 然后天花板玄雕庄是用烟熏伯爵士奇特色 然后晚上来看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鞋鱼市场就在伯爵城堡站对面 中间会有个石柱 左右两面两个雕像 分别是象征思海德河的男子雕像 以及莱乐河的女子雕像 鞋鱼市场站对面就是伯爵城堡 这城堡原本是一座墨座城堡 在1180年时由菲利伯伯爵下令赶建 然后一度成为助兵场 行政中庭以及监狱 顺着路走会走到大庭 层面的14世纪的欧洲士兵 骑士等武器防御用户 看完武器松阳市 顺着路走可以走到城堡主端 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三塔人县 震霸或主角做好 钟楼以及圣尼克老宵 接着我们会看到最大卖点断头台 看完断头台 我们就会来到喜利松阳市 里头数十具的行驱 真的是让你看到不觉的痛苦了些 看完不觉什么 我们来到星期五网港 这个雕像是 紀念14世纪带着庚特 一个非常漂亮的巷子 小小的跳路 大概10-30公尺左右 两边有非常漂亮的涂鸦 最后我们回到老城中心 我们会看到一座外溪新潮的建筑 城市良亭 这个长约40米 宽约15米 左右两面的屋顶 由玻璃覆盖而成 良亭旁 两边都很热闹 白天有简单 实际可以逛逛 里头打的很漂亮 确实是一个很新潮设计的风格 以对面的钟头 呈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希望在五分钟的街道 有帮助你能够更快的规划 跟着一日游的散步行程 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 拜拜